HELLO 我是基隆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进行单向式乘单向式 稍微一点点复杂的题目 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不要太急 但是一定要小心 有时候我们在处理单向式跟单向式的时候 如果有括号上面有四方的话 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有负号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这个负号是在括号的外面 还是在括号的里面 那如果是在括号的外面的话 就会牵扯到 如果赤方是偶数的话 那最后一定是负数 那如果括号的 这个负号是在括号里面的时候 赤方是偶数 它就是正数 赤方是基数 它就是负数 我想这是一个文字的 我们的语音的说明 那我们来做了执行之后 同学们就会更清楚 那我们直接来看 第一个是5X的平方 它这边是一个括号 但是它没有进行赤方运算 所以对这一期来讲 第二个是-2X的六次 它也没有赤方运算 所以这一期是超级简单的题目 我们只要把系数系数相乘就可以了 所以-2X的5 就答案是-10 再来呢 命用指数率 两个X连乘 六个X连乘 所以X能几次呢 八个字方 这样就可以了 那再来呢 第二个就来了 这时候呢 负号在括号里面 所以当我们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上面的翅膀是2 它的order是2的时候呢 代表说这个括号要连乘两次 那我说如果速度快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我们把-3当作一个 -3的二次就是9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了 9X的10次Y的二次 所以这是很快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仔细一点点 慢一点点解说 我们把它用解说式的交法的话 就变成说 这个括号要连乘两次 所以就变成-3X的5次Y -3的X的5次Y 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去解决了 因为-3乘-3 我们先解决系数的部分 -3乘-3就是9 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X有连5个X连乘5个X连乘 所以X就会出现了10次 那YY就会出现了2次 我想这题也非常的简单 然后再来再看这一题 这一题的话 这边没有字方 这边没有字方 所以不用担心 没有运用到指数率 只有待会 X跟Y也没有运用到指数率 所以这题很单纯 但是要注意这边有个- 所以有时候游墨 比较不清楚的时候 同学们还是小心一点 这边是不是负 会有些会比较硬的不清楚 所以负的话 就应该写在这边 那再三四十二 那再来就照抄X的二次跟Y 这没有办法 就是这么简单 那再来引进试题来讲 就要稍微注意了 那稍微注意就是说 我们现在-2 -2在这里 就碰到了刚刚 建盎老师说的 负号如果在括号里面 你碰到偶次 那个次方是偶数的话 保证这一项一定是正 为什么呢 因为-5 因为偶数的话 就代表这两个 二次六八十 但是每两个复复得胜 复复得胜 复复得胜 所以最后已经是正的 这如果要速度快的话 这边就会得到 16X的四次 那合并过来就是 16X的七次 Y的两次 就很快就可以得到答案 那当然我们如果 还是解说 想就慢一点 就这个括号要执行四次的相乘 因为没有很大 所以建盎老师敢这么做 如果是数字很大 又有很多次方 我就放弃了 我就直接把它带进去 用指数据算就可以了 这边就变-2X -2X 再-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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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这边又出现X的三次方 Y的平方 到这边 剩下就简单了 我说过 因为是 这是四次 是偶数 所以2-2 复复得正 2-2 复复得正 那2-2得4 2-2得4 4-4 16 所以这边就出现16的一个系数 那这边有1-2-3-4 4个X 这边有3个X 就是X的七次 再来Y的两次 我想这就是这一集的答案 希望这几集能对同学们 有所马步越扎越稳 好同学们 加油